今天是除夕夜 是家家户户团圆围炉的日子 对四川地震灾民来说 也是强政过后第一个农历春节 为了让灾民过个好年 慈禧志工今天中午 也特别在落水服务中心 举办除夕围炉 一共准备了食桌 邀请70位的独居长者 一起共享佳肴 志工希望透过一道道丰盛的菜肴 让他们也能感受到团圆的幸福 志工的贴心 让老奶奶双手和时不断地说感恩 也有老爷爷因为感动的哽咽 说不出话来 早上八点不到落水服务中心的厨房 就已经好热闹 除了有慈禧志工忙着准备菜肴 更有当地十几位婆婆妈妈 一起来帮忙 我们就每一天 有一点点时间都要想到这里来帮忙 帮助帮我们自己 这样大事那么大的上来 那么大的岁数了 对吧 你看帮帮帮帮帮这个房子 千多万 我说的我们就感动我们的人心 因为你们的心太感动我们了 所以我们天天都要来 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 就算天气再冷 落水居民说什么也要来 为了这次的围炉 每道菜的设计 志工还贴心的迎合在地口味 他们在过年会吃汤圆吃面条 那这个是配合他们当地 那我们也有啦 因为他们当地是比较重口味 会比较咸一点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也去注意 还有辣的部分 靠着彼此的分工合作 经过四个多小时准备就绪 等到客人全都到齐 这时志工排成一排缓缓走进场 队伍中有人手提灯笼 有人高谱菜肴 用一颗最虔诚的心欢迎来宾 可能我们的菜色不同 可能环境不同 但是我想那种爱是一样的 那种对长者的尊重跟祝福是一样的 桌上六道菜有象征团圆的汤圆 有步步高深的年糕 还有代表金玉满堂的南瓜 另外为了服务爷爷奶奶 每一桌至少都安排一位小志工 帮忙夹菜 我们的翅膀最好了 我们吃个团圆饭 台湾的人也是好啊 志工的贴心让老奶奶双手合十 不断说感谢 也有老爷爷因为感动 差点哽咽说不出话来 感觉很关心我们 很有感动 抛开过去的悲伤 迎接希望的未来 四川地震灾后的第一个除夕 志工要用爱陪伴爷爷奶奶 开心过新年 萧氏婷 欧阳光辉 四川落水报道 期待